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山水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手表分享目 日时计 那这一期要分享的手表呢 我相信也是很多表友其实都有关注到的 也就是欧米加 Swatch联名的Snoopy朝把 不知道有多少观众还记得 两年前我就做过我手上这枚 第一波发售的Moon Swatch的视频 在第一波的时候 欧米加和Swatch是把太阳系里面 各个不同的星球给你出了个变 一共是11个不同的版本 那个时候我以为这11块可能就是全部了 毕竟当时还有一个套装 虽然那个套装并不对外发售 没想到后来是又出了很多不同的特别款 包括最近的一波又出了以火山 极光 还有沙漠为灵感的三款不同的手表 第一波推出的时候 我其实有考虑过要把这个系列的Moon Swatch全部收集起 但是现在看来可能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之后Swatch应该还会推出各种不同的特殊版本 如果说要在目前推出的所有Moon Swatch里面 挑选一到两只来买的话 我觉得最好的选择就是这期我要聊的Moon Swatch的Snoopy版本 这个版本其实和普通的Moon Swatch还是有很多区别的 当然它们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比如说尺寸材质这些都和我之前介绍过的Moon Swatch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一期我就不聊相同的点 只聊这个Moon Swatch的Snoopy版本和普通的版本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首先这个包装盒上就能看出区别 一黑一白两个版本都是特殊设计的 之前的Moon Swatch包装上写的是对应行星的名字 而Snoopy版本的这两只包装上写的是Mission to the Moonface 也是透露出这两只表其实是带有月向功能的 包装盒的侧面也是这个版本独有的设计 首先一侧是你在表白上也能看到的Snoopy图案 另外一侧的信息其实讲的就是欧米加超霸和Snoopy之间的一些历史渊源 但说欧米加正经的超霸其实就有出过三个不同的Snoopy特别版本 每个版本你都能在表盘和表背上看到Snoopy的元素 要说可玩性最高的版本 我觉得肯定是第三代的Snoopy超霸 它也是这三代里唯一一款你能看到的一个Snoopy坐着飞船航行的可动设计 第三代的Snoopy超霸剩下多少大家可以自己去查 但是我手上这两枚定价2400块的Swatch的Snoopy超霸 它其实也有Snoopy的可动设计 手表本体的话黑白两款设计其实大体相同 那一块的主题是新月一块的主题是满月 那大家可以先投个票黑白两种你们会更加喜欢哪一款 我就拿黑色这款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版本上一些不同的细节 首先必然是这块表最吸引人的设计 也就是两点钟位置的月像盘 其实欧米加超霸本来也有出过带月像的款式 只不过一般它的月像盘都是放在手表的六点钟位置 并且月亮形状一般都是接近正圆形 而这块Snoopy版本的摸Swatch它是把传统的月亮替换成Snoopy做在月亮上的形状 这个设计还是比较可爱的 而且你在Swatch的官网上也能查到每一天应该对应的月像的位置 只不过因为它不是一个常规原型的设计 所以你在读月像的时候可能要稍微反映一下 但其实讲真我觉得大部分人买了这块表也并不一定会用这块表去读月像 毕竟我觉得月像相对来说还是一个美观意义 或者说它是浪漫的感觉大于实用性质的这样一个功能 就包括买正装表 我相信很多人买带有月像功能的款式 更多也是为了它盘面美感去买的 所以以我来讲 我可能长期会把这个月像功能调成一个Snoopy露出来最多的状态 调节这块表月像功能的方式其实也很简单 那你只需要把表罐拉到最外 然后按住下面的设计按钮 你就会看到这个月像盘开始转了起来 如果你跟我一样月像这个功能你并不一定实际会用 那偶尔把玩一下还是挺不错的 另外在表盘上如果你用紫光灯照一照 其实还能发现一些小彩蛋 比如在月像盘上你就能看到Snoopy的一句话 叫做I can't sleep without a nightlight 而且在夜光下它也会亮起像月球陨石坑一样的斑点 而在表盒的背后其实也能看到有关Snoopy的小细节 没错就是这个很手绘风格的月球 然后上面你能看到一个Snoopy的脚印 这个圆形的位置其实和之前的Moderswatch一样 都是它电池所在的地方 只不过之前对应的是各个不同的星球 表带材质和之前的Moderswatch其实是一样的 只不过上面印的字改成了Mission to the Moon 这两块Snoopy的特别版其实是目前所有Moderswatch里面 配色最为干净简洁的 因为它们都是只有黑白两色的monochrome款式 配合表盘和表背的图案 其实两块表都给我一种黑白漫画的感觉 特别是白色这块 我当时第一次看到图的时候 就觉得有点像是场场熊的感觉 两块的上手效果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我个人觉得日常佩戴的话 可能还是黑色这块更为适合一些 但作为收藏的话 我觉得白色这块视觉效果肯定是更加抓眼一些 OK以上就是这一期Snoopy版本Moderswatch的分享 最后多嘴一句 其实在官网上也有写明 这两款表都是以非限量的形式去发售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买的话 没有必要去加价入手 完全可以多等一段时间 我觉得这两块表入手的难度会降低很多 喜欢这类手表分享内容的话 不要忘记关注我 也希望大家可以帮我点赞 收藏转发支持一波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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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